好 说天下欢迎回来我们新闻继续 说前段时间在一档跟刘翔有关的节目的微博下面呢 一位网友有这样的留言 作为雅典奥运会冠军 刘翔在北京及伦敦两届奥运会上殷商退赛 这成为了网络上部分人攻击他的理由 大家都欠他一个道歉 欠刘翔一个道歉 一时间呢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啊 那么前天呢 刘翔在最近做客的一档节目当中 是正面回应了这件事情 咱们一会儿来听一听 我认为真的 其实大家都没必要 都没必要 可能 肯定 我觉得你长大了 对 人都会在成长 有时候在年轻的时候 肯定说了一些 话 我觉得我都理解 真的没什么 有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说 对 我将心比心 我们看到镜头前的刘翔 面带笑容的回应着当年网友们对自己的态度 其实我觉得这份从容和坦然是成熟 是成长 更适合过往做个和解 但是呢 刘翔云淡风惊的自理航金背后呢 也有着常人无法真正体会到的滋味了 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篮比赛一记绝尘横空出世开始 到2007年创造九道奇迹夺得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110米篮冠军 刘翔是那个时代中国体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呢 伴随着高光而来的是不少体育迷对于刘翔只许赢不许输的心理 那每逢刘翔参赛呢 都会把摘金牌的希望寄托在他全部的身上 到了2008年 这种期望值到达了顶点 作为那个时代中国体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刘翔能否主场夺金 成为了当事人们评价他最重要甚至也是唯一的话题 然而呢 让人惋惜的是呢 最终传来的不是刘翔夺冠的消息 而是他退赛的意外情况 伤病呢 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在跑道上无所不能的飞人 也有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而对刘翔本人来说呢 人生的转折点就是这么猝不及防 那么在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阵痛之后 刘翔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辛苦啊 在伦敦奥运110米篮的玉赛 跨过第一个篮之后 刘翔一脚踏空摔倒在地 跟剑断掉的那一瞬间 刘翔反而觉得无视重负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那一幕 刘翔单脚跳到了最后一个篮架 亲吻陪伴了自己十多年的老伙伴 刘翔时代就以这样的形式落幕了 多年之后呢 再次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刘翔 也不再是那个赛场上的飞人 却在与过去和解的漫长过程当中 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咱们说啊 真心祝福他一切都好 好 好 好